好 谢谢吴教授 英国近日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的一场动乱 8月12日动乱暂时平息 英国内政大臣正在积极部署 预计未来将增加发生动乱地区的警力 专家们则敦诉政府研究动乱发生的原因 包括目前严重的青年失业问题 在多日动乱之后 英国街头周五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目前被远景抓捕的动乱分子中 有不少人将面临监狱生涯 一些专家担心当局忽视了引发暴动的潜在原因